今天半导体表现疲弱 股价拉回会不会是好买点呢 当然是好买点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安琪 今天欢迎万通国际林中祥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同志们好 大家好 AI是一个长期的话题 但是股价不会每天都在涨 今天半导体算表现疲弱 想问一下老师 现在是不是一个好的布局点 我想投资朋友都知道 在昨天的时候 很多这个AI股半导体 IP股创下破断新高 对 对不对 很多投资朋友没有买到 都觉得好可惜 那今天有拉回来 对不对 而且你要注意到 力旺它的股价 已经超过大力光 这只代表一点 就是代表说 这里IP股 它未来就会领军 那既然是这样 各位投资朋友 你要注意到 有一些刚要起涨的 在底部的 或者有一些是要出全息的 在这里有拉回 你都要注意找买点 不要怕 如果你套在高点的 下来有资金可以再买 如果你资金够的 在这里也可以做 资金不够的 也可以做充乐 所以在这里真的是很愉快 首先我们看一下 好在这里看得很清楚 今天大盘中场的时候 还上涨的 对 涨了21点 涨的不多 但是各位看到没有 还是在往上走 涨的股票还是很多 那大支的小支的 高价位的低价位的 都有在涨 所以都不要怕 我们看世鑫昨天创下1775的高点 今天有拉回来 但是拉回来以后 尾牌又拉上去了 对不对 所以不用做过度的担心 爱普今天有拉回来 拉到330以下 咚咚咚咚 尾牌又来到332 我教你的258 对不对 他在这里即将要所谓的 这个除息了 那荣卷要最后回补了 会不会荣卷要最后回补的时候 突然拉了一根涨停板 我不知道 但是量会告诉我们 今天有人在偷偷吃货 M31这档股票 今天正式开放交易 震荡幅度很大 但是你注意到 打到900块以下 他又拉到900块以上 对不对 600块你买不到了 那这档个股 也可以做现股当冲 很好玩 创意今天也是打到盘下 又拉到盘上 我知道你也不敢买了 没有老师的带你怎么敢买 老师长那么高了 我不敢买了 今天最高也来到1270了 对不对 金星科你看 今天又当冲了 502你敢不敢买 505你敢不敢买 你不敢买嘛 又拉上去了 对不对 所以台积电 今天打下来也上去了 台积电不能做冲 台积电明天要除息 6月15号 会不会秒天息 我不知道 不过在这里 还是蛮稳定的 那我们看郁金光今天还在涨 有没有看到 郁金光今天还在涨 对不对 他要400多块 对不对 今天光学股在涨 对不对 老师全讯没有涨 全讯 迟早要动 195以下你随便买 反正我跟你讲 将来会涨 还没有涨 以前你都不相信 对不对 涨上来你就相信了 投资朋友都是这样 对不对 就像 就像这样 就像各位 金星科我告诉你 他会涨 你也不相信 对不对 老师他业绩不好 结果你不敢买 他就涨给你看 今天从501涨到516 又是15块钱 又是15块钱 那明天如果有D 能不能买 当然可以买 那要怎么买 跟着我操作就对了 祝各位老师朋友 操作顺利愉快 谢谢 谢谢林老师的分析 想知道更多财经资讯 记得加入老师的群泊 财经急诊室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